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躲在暗处的怪物 这个怪物非常高大 并发出恐怖低沉的吼声 这时一个小女孩被眼前的这一幕给吓呆了 小女孩出现的同时惊动了怪物 怪物变得非常狂躁 为了救出小女孩 长老被怪物撕的粉碎 接着画面一转 多年以后 小女孩长大成人来到了立陶苑 一个与世隔绝的美丽乡村 幸福村 然后成为了一个女巫 女巫收了一个女徒弟 并将自己的法术传授给了她 这个徒弟就是我们的女主 女主一直和丈夫阿毛哥 过着田园木哥的生活 不过女主似乎不怎么受村里人的欢迎 就连教堂里的神父 都劝自己的儿子阿毛哥放弃女主 原因就是来自异乡的女主 整天不好好过日子 也没有生下一儿伴女 而是研究古书典籍里的魔法 这让世俗之人很不理解 不过阿毛哥倒是挺维护妻子 两人也很恩爱 有一天女主和自己的妹妹在河里洗澡时 发现有外人在自己家园周围出没 并且在掩埋因为瘟疫死去的人 这些人看起来很不友好 女主赶紧就和妹妹离开了 又过了几天 在村子的广场上 全村的人正聚集在草坪上 庆祝女主妹妹的婚礼 这时一群穿着怪异 带着鸟人面具的不速之客闯了进来 为首的卷发哥抱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孩 卷发哥说自己来自附近的吉祥村 并指责幸福村的神父向吉祥村发出诅咒 导致村子里爆发瘟疫 大量的村民死去 神父解释这和自己无关 幸福村之所以没有瘟疫 只是因为与世隔绝 但卷发哥并不听解释 然后开枪打死了女主的妹夫 还打了女主的妹妹肚子一拳 并威胁神父 如果神父不收回诅咒 并救活自己的女儿 就血洗幸福村 最后还是女巫提出自愿当人质 去吉祥村救卷发哥的女儿 这才暂时解除了幸福村的危险 经历这起变故的村民很害怕 但却束手无策 只能躲在教堂里祷告 这时女主站了出来 告诉神父不能坐以待毙 应该勇敢的反抗 女主说自己有能力创造出一个魔像 对抗暴徒 但女主的主意却遭到包括丈夫在内的村民们 强烈的反对 夜里女主的妹妹因为肚子挨了一拳 导致流产 得知这一消息的女主再也无法忍受 照着点击以及儿时的印象 找到深山里的泥土捏成泥人的形状 然后将符咒放入泥人的口中 念动咒语打算造就魔像 然而经过几个昼夜的努力 却什么也没有造出来 女主很是失望 这天女主走在林间的小路上 忽然吉祥村的暴徒出现 要杀掉女主 因为女主违背了卷发哥定下的规矩 走出了幸福村 在危急时刻 传说中的魔像忽然诞生 但这个魔像居然是一个小男孩 小男孩浑身裹满了泥巴 一双大大的眼睛懵懂的看着女主 这个小女孩子能打败吉祥村的大群暴徒吗 女主正表示怀疑的时候 这群暴徒被小女孩依次KO 血腥的场面把女主给吓呆了 不过这个小女孩对女主并没有任何的恶意 于是女主把小女孩带回了家中 给她洗了澡 看着这么可爱的孩子 女主也很欣慰 毕竟是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 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而女巫由于亲眼见过魔像的威力 于是就教授了女主牵制小女孩的办法 避免小女孩滥杀无辜 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女主无意中看到丈夫在和邻居寡妇姐搞暧昧 心里非常的难过 但也没有伸张 不过这一切都被小女孩看在眼里 把女主当成妈妈的小女孩 决定为女主出气 然而小女孩出气的方法简单粗暴 直接就将寡妇姐抱头外带肢解 第二天胡子哥和村民们发现了寡妇姐的尸体 误以为是吉祥村的暴徒们干的 于是决定奋起反击 双方在村外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很明显幸福村的老实人不是这群暴徒的对手 死伤了很多的人 胡子哥也被打倒在地 眼看着胡子哥就要被勒死 这时勒着胡子哥的暴徒忽然脑僵并裂 大家都惊呆了 接着女主牵着小女孩走了过来 大家此时也明白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魔像 接着其他暴徒都被消灭 只剩下了首领卷发哥 小女孩正要动手时 卷发哥的女儿突然出来叫了声爸爸 女主赶紧让小女孩住手 然后警告卷发哥不许再来幸福村后 就放他们离开了 魔像小女孩拯救了幸福村 但大家却对这个孩子格外的警惕 觉得小女孩是个不祥之物 特别是女巫 因为女巫小时候见过发狂的魔像 不论好人坏人一起屠杀的可怕景象 于是女巫趁着夜晚大家都睡着的时候 来到了女主的家里准备消灭小女孩 然而这个时候的小女孩威力已经越来越大 直接就让女巫领了盒饭 村民们对小女孩又恨又怕 而女主尽管舍不得 但为了避免更多无辜的死难者 也只好同意教堂做法消灭小女孩 正当众人控制住小女孩 准备念动咒语 让小女孩魂飞魄散的时候 卷发哥带着更多的暴徒攻入了幸福村 原来卷发哥带着女儿离开后不久 卷发哥的女儿就因病去世 饱受丧女之痛的卷发哥 要血洗幸福村为女儿报仇 村内顿时火光四起杀身震天 双方死伤无数 这个时候大家已经顾不得消灭小女孩 纷纷投入了战斗 而经历了背叛的小女孩 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 不论是谁 不论是哪个村的 也不论是妇女还是孩子 一律格杀勿论 而女主在混战中被卷发哥打倒在地 眼看着就要被砸死 这时小女孩及时赶到 掏出了卷发哥的心脏 救下了女主 望着眼前这个给予自己生命就像妈妈一样的女主 小女孩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童真 但女主别无选择 抱起了小女孩 给了孩子深深的一个吻 然后将小女孩口中的符咒给拿了出来 失去符咒的小女孩 慢慢的变成了一捧黄沙 风一吹 消失着无影无踪 总体感觉这部电影还不错 虽然在片中你能找到科学怪人 或者金刚的影子 但紧凑的剧情 烤旧的画面 精致的道具服装 还是能让观众感受到惊心动魄的 喜欢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原片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和音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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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